來 邊擠 儘管快篩是既在桃園機場出入境 入口免費發放 無論國籍都能拿 但有旅客發現 這些快篩的保存期限 即將到期 難道是輕庫存嗎 急需要的時候不給我們 那時候買不到 這時候快過期的時候 免費發送還用一副那種 很關心國人的健康 那我就覺得 那你不如我要出國 你送我個口罩 或是乾洗手還比較有用 宋小姐1月15號出國時 拿到5月26號到期的快篩 已經算是極其品 只是輕庫存還不打緊 沒想到衛福部官網 竟然有一項標案 花錢聘請桃園機場快篩 發放人力 金額居然高達935萬元 差不多這樣子發 我就會想說 當初為什麼要限制數量 蠻浪費的 應該是要給需要的人 政策的錯誤 白白浪費我們納稅的錢 時機來到桃園機場 3月9號拿到的快篩 6月2號就要到期 有效期限再縮短 只剩不到三個月 網友全都看傻眼 狂酸 最好發快一點 不然跟雞蛋一樣 等到銷毀要再花一筆 如今庫存還有1745萬劑 機關署透露 今年1月3號至今 桃園機已經發放了 727.6萬劑 這也代表原本庫存 高達2472.6萬劑 以及大約100元成本來計算 當時採購費用 就將近25億 剩下一大堆快三四劑 很多外國旅客一毛錢稅 都沒交過 有這種敗家謝責的政府 900多萬人民的投入 給民眾有效去使用 還是成本效益是如何的 但如果當初有效調配民眾的購買量 現在也不用再劃一大筆錢 買單的還是一半民眾 記者林正堅劉局檢曹文寧 桃園台北報導